那因為剛剛老師有這樣就是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先講一下這一塊 那麼Snipecast跟PickPick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放在我們那個軟體裡面的 所謂影像處理這一塊 這一塊裡面 裡面只有四個對不對 那一般來講其實老師在電腦上面 最常需要做的 應該您做教材的時候 有沒有常常需要做 或簡報是有需要截取螢幕上的畫面 這是最基本的需求 那如果說以Snipecast來講 這個他最大好處就是說 他除了抓螢幕的畫面 事實上我還會拿來做像剛剛類似像這樣 把資料就盯在螢幕上 當像電力貼 或者是怎麼樣做資料比對 什麼時候要做資料比對 您看喔 像有時候 比如說我要做匯款 我們生活化一點 老師有時候有那個匯款帳號 比如說你網派 就是買東西啊 不是要匯款嗎 那個匯款帳號 然後你匯完了 假設您用那個線帳的ATM轉帳 好轉完 是不是要把那個 call給賣家 或者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店家 告訴他我已經轉帳過去了嘛 對吧 這個時候你要比對那個資料 是不是就比較麻煩 你還要一個一個 用coder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你可以把它 像我這樣把它貼起來 像我這樣把它貼起來 那比如說我們來這邊 假設我想要給您看一下 我們來這裡好了 訪客 看一下 您執行之後呢 執行了這個執行檔 它裡面只有一個 給您看這邊 進去之後 32位元或64 這個可能要看您的電腦 以我前面這台講 它是 它這一台電腦的作業信用是32位元的 所以 您看哪一個 原則上64位元也可以執行32位元 所以如果您要保險一點 就都用32的就好 好 點進來之後您看 有沒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一個這個圖示 就是它 好 您執行了 標準的執行了之後呢 在我們這裡 右下角這邊 您應該會看到 有一個這樣的圖示 有一個這樣的圖示 但是呢 其實它的快速鍵 如果您比較常用的 我倒是滿建議您可以用快速鍵 因為它的快速鍵就是 各位都有玩過賽車嗎 沒有 有聽過 對不對 F1賽車嗎 F1 快速鍵F1 那 這個呢 如果說你不要計畫也沒關係 但是一般來講 我就會把這個圖 把它丟到外面來 因為常用嘛 常用的話 你還要打開這個是比較麻煩 所以您可以這樣子 你看喔 待會呢 如果你比較常用的圖示 所有的都一樣 按著它丟來外面這裡就好了 下次它就跟這個一樣 不會藏到裡面去 這樣OK 好 所以因為那個 好像Windows7以後就會自動藏起來吧 那叫什麼 自動通知區域 對 有時候我們常用的就這樣 然後不要再隱藏了 我就是要看到你 就是要看到你 所以我在這邊 來我把它丟出來 來 你看我把它拉出來外面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那麼 今天呢 比如說我們到Yahoo這邊 我來看一下新聞喔 好 在這邊 看新奇的 好的 我就把這個畫面 我把它截取一下 點了 我用點的 F1也可以 那麼你抓起來之後呢 您看上面這邊 這邊有沒有好幾個工具 這邊很多 註解的工具 這個 這些部分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麼 我要看的是右手邊 這三個 這三個 如果您覺得 哎 我就直接 反正抓好了 我就直接要複製了嘛 我就直接用這個複製的工具就好 如果你只是說 哎 我只是要把它釘起來 那你就用中間這個 就是左邊那個 圖釘釘起來就好了 那 這個就直接存檔 這比較沒有問題 這樣了解嗎 那你一定會覺得奇怪 啊 這樣也沒有什麼 對不對 但是 Sleep Pass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 平常如果我們 已經決定好 我選取的這個範圍 萬一我現在要把國旗這張照片 你加進來 請問老師 平常你會怎麼做 平常沒這樣做過 因為平常都是按Print Screen 全都抓 全都抓 呵呵呵呵 對不對 哎 它就有這個好處哦 因為 你如果沒有 你看 啊 抱歉 再延伸過來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 它的那個框解區域 它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它不像我們一般 我一個 那個擷取軟體 我抓完了 我就那個畫面 啊 抱歉 剛剛有掃了 我就要重新再來 只要你還沒有離開這個界面 那我都可以隨時再把它展開來 等到 如果你確定了 哦 這我要釘起來囉 把它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你看 有沒有拉出來了 那你想要把它拉到旁邊也可以 或者你覺得 啊 這樣好愛眼哦 我只是想要把它暫存 因為有些東西 其實我只是暫存一下 暫時幫我們做一個記憶 那你可以把它用滑鼠滾輪 請問這樣有沒有變小一點 叫它不要太愛眼 放旁邊就好 這樣是OK 等到你要的時候 再滾輪往前 放大一點 哎 我要看到你囉 甚至呢 你想要在 啊 現在呢 真的要來做一些註解的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有一個編輯 請問 剛剛的工具有沒有跑出來了 只有可以繼續做編輯的 所以這個是這個軟體的一個優點 它等於說 在擷取視窗的這個彈性上 相對比較大 那又可以方便我們做一些資料的比對 這個 雖然大家現在 現在是不能直接操作 但是 至少您可以感受到我的誠意有沒有 呵呵呵呵 這樣大概應該瞭解那個意思啦 那 因為這個都免安裝的軟體 所以我是覺得還算不錯 還算不錯 雖然 那不敢說它 影像編輯的功能是非常的強 但是至少在擷取的這個塊是很不錯的 那如果你真的不要的怎麼辦 啊 按右鍵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直接關閉 另外一個是銷毀 這兩個有差一點點 關閉跟銷毀看起來都是消失對不對 但是其實 當我們剛剛在做那個擷取的時候 它有把這個檔案 就已經存在它的預設資料夾裡面 所以如果你只是關閉 其實在那個資料夾還看得到 銷毀 應該有用過 碎子機 就毀不來了 欸銷毀就真的 這檔案就直接就刪掉了 所以這個是兩個有點不一樣的 那 它 這個部分就是還算 蠻好玩的 還算蠻好玩 像我在這邊我就把它銷毀 把它銷毀 這樣就OK的 這樣 就不會佔據你的 螢幕上的畫面 好